现在我们讲一下第512个考点 理解 理解怎么说呀 understand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十一动词 理解 understand 我理解你 太简单了 主语 卫语 卑语 I understand you 我很理解你 它是一个主卫卑结构 继续 513个点 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孩 那么这个题的考点是什么呢 善解人意是怎么说的 首先同学们注意 善解人意 它是由动词understand 演变而来的 也就是说 考试可能出现一个题 让你把动词understand 改成形容词 那是什么呢 understand 形容词 善解人意的 那么 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孩 怎么说 主 c 定 表 I 这是一个主 c 定 表结构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孩 understand 形容词 understand 那么为什么用an呢 因为它是一个原因因素开头 I'm an understanding boy 注意啊 考试给你一个动词 你得知道 它怎么变成形容词 understand understand 注意这种词形的转换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第514个考点 我很谨慎 那么 本题考点 谨慎 小心 这单词怎么说呀 careful careful 随老师一起读啊 careful 小心的 此性 形容词 而且这个 ful 一般情况下 它是一个积极意义的 形容词的后缀 我很谨慎 I'm very careful very这个词 它是放在剧中 修饰形容 所获复词的 但是可不能用very much啊 very much是修饰动词的 放在剧尾的 这些 咱们同学们可要注意一下啊 很多同学分不清这个very 和very much 老师简单大家说一下啊 注意 你这个very 看好啊 它是放在剧中的 它来修饰形容词啊 副词啊 而你这个very much 你的位置是放在剧尾 那么你修饰什么词呢 你修饰的是动词 明白 比如说 I very like you 我非常喜欢你 能对吗 扣不蒙你 I like you very much 把very much 放在剧尾 修饰动词 很多孩子们经常写成 I very like you 能给你分吗 所以说 我非常谨慎 认真 careful 什么词 形容词 very 修饰形容词 看到了吧 I am very careful 515个考点 我做作业很认真 来同学们 又出了一个很认真 这个很认真是干嘛的啊 副词 carefully 副词 carefully 啊 我做作业很认真 那么肯定是 副修动啊 对吧 副词是修饰什么的 它是修饰动词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句话 记得不 行修名 副修动 啊 大家写这 老师啥叫副修动 副修动就是 副词修饰动词啊 你看 我做作业 做得认真 这是主语 这是谓语 这是谓语 这是形容词性 物主代词 修饰逼语 homework 老师 homework 为啥不讲词 因为它不可数 怎么样做作业啊 非常认真 这个very 不就是修饰副词吗 老师刚讲了 very 修饰 非常认真 副修动 那么这个副词 怎么由形容词 变回来呢 你加个ly 不就完事了吗 副词 是由形容词 加ly 构成 副词修饰动词 位于动词之后 very 修饰的是 形容词和副词 来 继续 516个考虑 我很关心你 关心怎么说呀 care about 关心 在意 关心某人 就是 care about somebody care about somebody 就是 关心某人 我很关心你 主语是我 微语是 care about 主语是我 微语是 care about 我关心谁 关心你 你就是 兵语 care about 关心 在意 主为兵 I care about you 我很关心你 继续 517个考虑 照顾 照顾 怎么说呀 照顾是 look after look after 动戒 搭配 动戒 搭配 我给你们标一下 它可是 动词 搭配的是 借词 动戒 搭配 接代词 我们是放在后面的 同学们 等于什么呀 take care of 照顾 它俩相等 啊 背起来 随老师一起念一遍 look after 等于 take care of 关心 照顾 来看 我照顾你 怎么说 主语 take care of 照顾 位语 you 比语 I take care of you 等于什么 I look after you 我照顾你 它俩之间 完全相等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啊 注意 来 518个考虑 我很粗心 来同学们想一下 粗心大意 和谨慎 是不是互为反义 所以 careful 是小心的 谨慎的 那么careous 就是粗心 啊 粗心的 ful 是一个 积极的 形容词的后缀 而这个 less 它就是一个 消极的 形容词的后缀 也就是说 互为反义语 careful 小心的 careous 粗心大意的 啊 不要 来 你看 我很粗心 主 细 表结构 啊 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小心 它到底考察我们的是 小心的 谨慎的 还是粗心的 大家要分清楚 啊 别准差了 你不要拿过来care 就一定是careful 那可不一定 啊 那可不一定 完全可能是它的 反义词 就是careous 啊 careous 完全可能 比如说这个男孩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啊 这个男孩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那么啥意思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就是粗心大意的 嗯 不喜欢他呀 I'm careless careful careous careful careous 一定要回 啊 同学们 好了 这是我们第518 继续 往下走啊 我们再往下讲 来看 第519 考点 他做作业 很粗心 诶 这又出了一个粗心 这个粗心咋有事啊 同学们看 做作业很粗心 你这不是副词吗 副词就是动词啊 所以考点就是 副修动 那么careous 他的副词是什么呢 在形式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 ly 构成 careous careous 意思就是 粗心大意的 来同学们 他做作业很粗心 谁是主语啊 他呀 未语什么 做呀 宾语什么 his homework 形容词性 物主代词 皆名词 homework 为啥不宰 不可数 careous 粗心大意的 副词 修饰动词 位于动词之后 能看明白不 副词 修饰动词 位于动词之后 他做作业 他做作业很粗心 他做作业很粗心 明白了 来继续 520个考点 我正在查询他们 查询是啥呀 look up 每当老师 每当老师讲到动词 词主的时候 你一定要听老师说 他是动界还是动腹 老师为什么要分这个呀 因为你如果是动腹 搭配的词主 你接代词 一定要放中间 look up 本身就是一个 动腹 搭配的词主 接代词 放中间 我正在查询他们 主语 谓语 代词放中间 看得没有 所以考试必须出题的点 就在于 一定要分清 它是一个动界搭配 还是一个动腹搭配 可得分清了啊 同学们 听老师告诉你 up 本身不就是父词吗 那就动腹呗 接代词放中间 考试考啥呀 就考这个呗 动腹搭配词主 接代词 放中间 一段后 那么 本身它就是父词 那背单词不得背词性吗 你背单词不背词性 那你学啥呢 儿童学们 你背单词不背词性 你学啥呢 儿童学们 你必须得说学词性啊 就像你问我 老师为什么它是父词 它本身词性不就写着父词的吗 下一个 我正在寻找它 寻找 look for look for 寻找 你说for是啥词 大家说for是啥词 那么明显是词词吗 那么明显是词词吗 那就冻戒搭配呗 词性里背单词需要背词性的啊 冻戒搭配 寻找 那你冻戒搭配接代词放哪儿啊 肯定是放后面啊 看 他们接代词 大不同啊 接代词 放后面 我再说一遍 同学们注意听 我再说一遍 同学们注意听 跟老师一起思考 动户搭配词主 接代词放中间 动戒搭配词主 接代词放后面 再思考 动户搭配词主 接代词放中间 动戒搭配词主 接代词放后面 能一样吗 来 我正在寻找他 我刚讲完 这不是动戒吗 I'm looking for him 动戒 代词放中间 还是放后面呢 这不写着的吗 放后面 looking for him 动词 后面有冰格 这是进行词啊 主 主 卫 冰 本事 522个考点 我正在看他 看 look at 表示看的过程 啥搭配 动戒吗 爱的是戒死 明白吧同学们 戒死 那戒死就是 动戒搭配呗 接代词放哪 放后面呗 那必须得考啊 我正在看他 look at 动戒搭配 接代词 放后面 主位冰吗 那冰格 你不用信不信啥呀 主位冰吗 是吧同学们 注意听 523个考点 我正在浏览他 浏览 B考点 那这个考点 look through look through 那这个词很显然 动戒搭配 动戒搭配 怎么办 代词放中间 我为什么都给你们举的是 代词的例子 一定要记住 动戒搭配 接代词放中间 关键是接代词不一样 所以我反复给你们讲 动戒搭配 看着没有 浏览 我正在浏览他 主语 我 I'm looking it through 代词 放中间 所以这些 look端语 查询 寻找 看 浏览 第一点 分清他的词意 别猛 第二点 注意 他是动戒搭配 还是动戒搭配 一定要分清楚 继续 524个考点 崇拜 我很崇拜他 哎呀 这是个大明星啊 look up to 翻译成 崇拜某人 啊 look up to 翻译成 崇拜某人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会 往上看呗 就崇拜呗 是吧 往上瞅 你不就崇拜吗 那你看 动腹戒搭配 一般情况下 三个词构成 的词注 基本上 都是 动腹戒搭配 我很崇拜他 主语 爱 你把 look up to 看成是一个 动词词注 因为他翻译成 崇拜 宾语 他 very much 复修动吗 我刚刚讲完 very 和very much 的区别 复词 修饰动词 位于动词之后 I look up to him very much 我非常的 崇拜他 继续 525个考点 我经常在 语法方面 犯错误 来 在哪方面 犯错误 咋重要 make mistakes make mistakes 许老师一起读 make mistakes 犯错误的犯 我们用make 为什么mistake 下一次 很简单呢 可数呗 因为他可数 所以要加s make mistakes 犯错误 在哪方面 犯错误 我们用的是in make mistakes in 在哪方面 犯错误 能理解不 make mistakes in 在哪方面 犯错误 我经常在 语法方面 犯错误 主语是我 make mistakes 经常是一个 频率副词 它在剧重的位置 位于 避住情之后 十一凳子之前 所以 make mistakes 犯错误 在哪方面 犯错误 in grammar in grammar 在语法方面 犯错误 i often make mistakes in grammar 考点 注意 注意 mistake 一定要加s 同学们注意 mistake 一定要加一个s mistake 一定要加一个s 我经常在 语法方面 犯错误 因为是经常的事情 所以它就是 一般 现在式 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个位置 别摆错了 这个in 可别错了 老师 你说 我要再拼写 方面犯错误呢 来说你们 我给你们拖展一下 我 我 经常 犯错误 在哪方面 拼写方面 你信不信 我得加NG 为啥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因为这是一个借词 你借词 后面借动词 你不得用 读影吗 借词下读影吗 明白吗 你这是 借名词了 你就直接借了 那你借动词 你不得用读影啊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明白了吧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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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的 我来说